纵观金下转会窗,利物浦与邮文开启疯狂买买买买模式,在俱乐部支出榜上,这两家俱乐部占据榜单前二的位置,排名榜首的事当然是在不久之前宣布签下C罗1.171欧的邮文, 他们本下已经接连签下坎塞洛40万欧,佩里1200万欧,以及用4000万欧买断到格拉斯科斯坦,除此之外,斑马军团还在意以求对埃斯科利与佩鲁仔和共花费1250万欧,逃来了21岁前锋法维,以及22岁中尉基马格纳尼,6米亿元,和共花费有完2.2191欧元, 远班马军团站上了支出榜之爹,俱乐部支出榜前十游文击下转入球员当C罗仁为与球队汇合进行集训, 麦祖基奇等主力仍在休假当中,游文已经有一名新元线下赛季主力的位置发起宣战, 在昨天一场北美赛区的国际冠军杯,游游文对战败人的比赛中,游文仅仅花费750万欧,从阿瑟克里签下的前锋法维力上也没开二度, 帮助游文以2比0的比分纪败败人,赛后这名球队新元,获得了全场比赛的MVP, 首开记录每开二度比赛MVP把威力明映上是游文新元, 但其实游文这家俱乐部对于他来说算是比较熟悉,在法威力职业生涯出段, 他曾以租业身份向利游文青年队,更获得过游文一线队上阵的机会, 在16年2月7日与弗洛西诺内的联赛中,当时还不满19岁的法威力在补识阶段替, 补上阵换下中锋莫拉塔,完成了一甲首秀, 而当时给予他上场机会的正式拉来隔离, 当时申批39号球衣租阶级结束后,法威力回到姆顿利沃洛, 可谢利沃洛并没有把这位小将弄入球队计划内, 于是法威力先租进后,买断的形式加盟意义球队阿斯科利, 在阿斯科利的首个赛季, 法威力围球队上这30场联赛合共1811分钟, 坎获8个锦球,以及贡献两个助攻,表现中规中矩, 然而在第二个赛季,法威力的状态正处于上升势头时, 与法威力一战中十次韧带受伤,使他提前赛季报销, 效力阿斯科利两个赛季,为球队上阵44场比赛, 攻入16球并有3个助攻, 转换阿斯科利现年21岁的他曾入选意大利U18,U19,U20,U214个踢队, 合共上场32次并攻入8个入球, 法威力在踢球风格上更像一名一动的攻击手, 他总是能在不断好动中找到对方后卫身后的空洞, 或者处于一个比较身位置控制对方的防线, 身高1.91米的他像一名强绕偷猎者, 一直在对方进去边缘等候着皮球的到来, 并送上致命一击, 法威力是更像一名近期之狐, 他的入球往往不需要获得花轿的盘败, 只是一脚触球一脚射门, 他就能给你带来进球, 但是据最新的消息, 证明21岁前锋下赛季不会胜穿尤文的球衣, 出现在安联球场主, 尤文主场在2017年7月1日起更名, 为安联球场, 他的下一战争场, 极有可能是同类一脚球队那样, 毕竟如今斑马军团的前场, 可谓星光碎碳, 法威力想在俱乐部立足, 首先要在外打怪链级, 以及举更多一家比赛经验, 合同中包含的回购条款, 证明俱乐部仍然对他未来发展抱以希望, 四大金刚。